今天非常高興看到這麼多朋友來參加記者會 從這個場面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在我們臺同這個地方 是農民 政府 企業 學校 我們齊心合作 一起在拚外交 在今天的主角歷史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才資金跟知識技術一起投入 最後達到了外銷的目標 我記得在我國外籌學 跟在我長期的很多出國經驗的生涯裡面 我在外國看到的栗枝都是綠色的 而且外皮都是乾的 所以久了大家就以為栗枝本來就是長的那個樣子 事實上 栗枝可以用他原來的樣子出口 而且到消費者的手上 這是我們農業出口 是不是在國際上可以有競爭力 而且能夠在國際上展現臺灣的農業實力 就是栗枝外銷 如果我們可以克服栗枝外銷這個障礙的話 我相信我們沒有任何不能夠克服的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很高興我們在上銀科技 中西大學跟太平文會合作之下 我們為栗枝開發出來的這個冷鏈式的低溫技術 讓台中的栗枝可以順利出口 那今年我們台中的栗枝再次做到一件事情 其他的現實暫時還沒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保鮮保塞的技術上做出的突破 今年在日本的國家上的台中栗枝 也不會再因為防疫流程 農業變得黑黑的醜醜的那樣子 我要祝福台中栗枝在日本大漫 我們也會持續努力 為臺灣各地的優質農產品 開拓全世界的市場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